欢喜心 我只有这个法 我钱也没了 利也不多了 大家看那个小小 那个手就晓得没有多少利了 不过我有这个欢喜心 鼓励大家赞叹大家做善事 赞叹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端题 帮助别人 疼爱隔壁 不伤害人家 这个我都有欢喜心赞叹 然后我就有这个最宝贝的 比我的生命还宝贝那个冠音法门 我就要贡献给大家 也是为了要贡献一点点自己能力的 所以这个冠音法门是免费送的 就是不适法的本分 当和尚是应该做的 所以大家也不应该感谢我 或是有什么任何的那个感谢的心 就是我的本分 如果大家接受 我就很感谢了 因为让我尽我的责任 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没有随到这个道里面 我们没办法平衡 不能同一题 不能心连心 所以我们大家都做不同的事情 然后就挣扎 请问师傅 要修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证阿罗汉或菩萨呢 如果一个人证到菩萨的果位之后 还会不会再掉下来呢 菩萨有很多果位了 要证阿罗汉的话 那我们可以的 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有修行的那个过程 那现在呢 我们修观音法门的应性的时候 就马上也可以知道 我们是在哪一个国位了 然后继续修的话 再次在这个辈子 最小可以得罗汉国的 最小的 如果真的认真修行啊 如果你的命不是明天死掉的话 师傅保证这辈子 最小的证罗汉国 也可以知道的 因为这个等级我们可以量的 不过我们政府罗汉国的时候 也不是可以说一二三四 我就到这样子了 知道不过不知道呢 因为这个到就不可到 不过并不是说不知道的 不简单解释了 应该修观音法门就自己了解 还有菩萨 我们用这个词啊 太随便了 所以大家在混淆 菩萨 那个是梵文啊 我们弄短的变成菩萨 意思说 因为已经开悟的众生 又可以帮忙别人开悟 意思说 帮忙度众生的意思 跟度众生的工作有关 所以叫菩萨 他不一定比罗罗汉高的国位 就是他有参加那个度众生的那个工作 这叫菩萨 不过他也应该有开悟的 假如说菩萨的 因为菩提萨陀 菩提就是开悟的意思 菩提嘛 你们知道吗 意思说开悟有智慧 萨陀就是萨法 意思是众生 一个开悟的众生 那开悟的众生 最期望就是帮助别人 假如说菩提萨陀 如果开悟了 没有帮忙了 就说阿罗汉 听懂吗 是这样子 阿罗汉也可以当菩萨 阿罗汉就是阿哈 凡文做阿哈 阿罗汉一直说 他正这个国了以后 到这个程度 他就不轮回生死 他不再来做人了 除了他自己发愿要回来度众生 就是叫阿罗汉 那么菩萨也有的 就不回来这个受佛世界了 超过阿罗汉的等级也有 在阿罗汉的等级下面也有 那个在阿罗汉的等级下面 我们叫他出地菩萨了 意思说出步了 刚刚进来啊 还要帮忙红发 还要贴海报啊 四海报啊 我是那个放花 这样子 懂不懂 放杯子在这里 三个这样子 就叫菩萨 好 那么菩萨 如果高等一点啊 到八地啊 十地 这个是佛教的那个名称啊 让大家知道 他是在哪一个程度的 跟我们大水毕业一样啊 一年级 两年级 三年级 如果我们正到那个 所谓的 不退菩萨 意思说 开悟的到这个等级 不退步了 不退心了 不退传了 就不退传来 如果还没有到 不退菩萨的等级的话 就会掉我 请问师傅 各大宗教的教主 当初所传的教理 所印证的体验 是不是相通的 宗教的派别很多 但是真理 是不是只有一个 是 这个你们都知道了 请问师傅 我常听您的徒弟说 他们想念师傅 就像当年 他们想跟另一半 谈恋爱的时候一样 就说 跟他当年 他的 也许是他现在的先生 或者是太太的 那种想念的程度 谈恋爱的程度是一样 可是台湾的法师 牧师这么多 那么以前的弟子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对他们的师傅 想念到这种程度呢 有可能以前时间还没有到 应该时间到才知道 怎么爱情的 懂吗 假如说你还没有讲大 小的时候 你不晓得恋爱是什么 讲大是自然会有了 有可能现在台湾的人 比较讲大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 有可能他们喜欢师傅嘛 有可能我们有缘啊 请问师傅 为什么师傅摩尼佛正道之后 不敢马上出来 将这个真理大道传给众生 只想立刻入涅槃 直到凡天出现的时候 请求他出来实现心愿 传法救度众生 他才提起勇气 出来为众生传法 是不是因为他害怕众生难度 没有办法相信真理大道 而反而毁谤呢 是 经典有记载 是这个缘故 请问师傅 弟子的母亲是基督徒 一向不喜欢听佛教的歌曲 但是有一天 偶然听到录音带中 师傅唱的佛战 突然要弟子重复播放给他听 并且说师傅唱的 卢香战特别好听 跟平常听到的佛教歌曲不一样 更奇怪的是 一向阻止弟子去看师傅的母亲 自从听了师傅唱佛战之后 不但让弟子每星期天都去看师傅 连除处那一天也可以去看师傅 并且可以参加残期 真是一大改变 师傅唱佛战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是因为师傅唱得太好听 还是师傅的歌声中的大慈悲 大爱力感动了弟子的母亲呢 又我怎么知道 这她的母亲呢 又问我 跟母亲住那么久 不知道师傅又还没有看到她 我哪里知道呢 她喜欢就好了嘛 喜欢就好了 很多人是这样子 很多人也是不喜欢佛教 天主教 或是什么一官道道教 都不喜欢佛教呢 然后就听师傅唱那个佛战 就开始喜欢呢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如果唱黑首歌啊 大家能那么连在一起的话 我以后会多唱哦 请问师傅 我是设计皮鞋的 您说这种工作不算杀身 如果我不换工作 可以得到师傅的印心吗 可以可以 请问师傅 如果修师傅的观音法门 将来往生 是否到师傅的净土去呢 不一定哦 看看你们这 成性多小 用功多小 不过早晚 我也到那里 假如说 这辈子修不多嘛 又拖蓝蓝的 蓝蓝拖拖了 然后又切地不清楚 那师傅不能保证啊 因为大一妹精嘛 精兔啊 是住都是善良的人的 很干净 身口也清楚 寡位很高 智慧很大 那如果你们都喜欢吃肉和酒 放不下的话 那先住在阿朔楼的地方 懂吗 在那里在训练 因为修行 多听道理 然后都在山西 欧罗汉的地方 然后都凡天的地方 然后再跑到师傅那边的 请问师傅 修行与度众生 是同时完成 还是先修行 等了成就之后 再出来度众生 看看你怎么度的 假如说 度众生有两种嘛 先解度 直接度 假如说现在啊 那个师傅去弘法 你们帮忙 也是算度众生 以后你们成师傅啦 国位很高 力量很大 就可以自己直接去度众生 所以都可以啦 请问师傅 成就圆满的佛 是三生圆满 请问师傅 报身圆满 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报身是肉身的意思 对 我们多数的人也看不到 听懂吗 多数的人看不到 所以我们看广静老 像他好小啊 好瘦啊 好像没什么庄严的像 听说释迦牟尼佛很大很高 庄严 不一定 报身圆满 就是那个人啊 他决定就没有什么那个 假如说残肺的那个骨头里面 懂不懂 没有那个严重的病 五官啊 五个机关啊都环美的 他说不盲目啊 不耳聋啊 不哑巴 假如说这样子 就是算环美 听懂吗 没有一个真正的师傅 他那个样子也跟那个 残肺的人一样 我是不好看的 最小的他也是相当好看的意思 请问师傅 为什么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在青春年华的时候 因为车祸而死的面目全非 这是不是因果的关系 我当然是因果的 不过我跟你们讲 也不一定啊 这个比较复杂了 有的人是冤实的 冤枉的 不然的话 古的时候没有车啊 那没人有车话呢 就不一样了 是因果啊 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是清楚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 这个社会的那个 环境的关系 有的时候有院士 请问师傅 我正在学习中医 而中医药当中 有一些动物的药 像蚯蚓 虎骨 就是老虎的骨 色香 这些药呢 是否在硬心之后 我就不能够再用这种处方 给别人吃了 可以 如果他们要的话 给他们 以前是否比较严格啦 不可以 不过我想 这样子的话 一半的中医生 都没办法硬心 都关店 所以现在有考虑一下 说OK 给不硬心的人可以 如果他们要求的话 请问师傅 要如何修行 才能够向师傅所说了 饿就吃饭 时间到了就睡觉 有空就工作的境界 喜欢您访问 请问师傅 最近台北成立一个财团法人 名字叫中国残学 印心法研究会 创办人是上庙夏天法师 他推崇师傅 您是真正见到的人 每一次师傅讲到 他都要他的徒弟来听您讲到 他也传印心 不知道 妙天法师的印心 和师傅您的印心 是不是一样 但是他不规定吃素 他不规定吃素 没有严格的规定 最近的主来的 对 中国残学印心法研究会 就是最近才成立的一个财团法人 这样子啊 我不认识那个人啊 如果他传好啊 那你们跟他学 你们自己判断 师父还不认识啊 不能讲 请问师父 我已经硬心修行 但是我的太太却一直反对 不过我的意思非常的坚决 不为所动 但是我想动画她 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改变我的因果 请师父持悲开示 我们慢慢的来 多陪太太去听听 陪她听录音呆 或是放佛战给她听 有可能有效 请问师父 一个人如果有很多对人对事的感情 或者是对物质的欲望 因为这样而感觉到 非常的烦恼和痛苦 那么到底这样子该怎么办 要修行啊 修理自己的 内在的那个 这个不是心啊 业障啊 有的时候是业障 是前世的那个神杀来的业障 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啊 影响 不论怎么样啊 我们在这个苦海里面呢 多多少小都有烦恼的 要脱离苦海 只有一条路啊 那了脱生死 跟师父修观音法门 决定就不会再来了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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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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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